貼過來之後的話 常常會遇到幾個問題 像剛剛我這邊是因為折航關係 所以我有把這一欄怎麼樣 做右鍵組成的格式 把它自動換列 這個一定要做 如果沒有自動換列 你會發現 如果你那個寬度不夠的話 它就會一直往右邊 不會往下面 但是衍生出來的話 像這邊就會出現幾個問題 像這個地方的對齊方式 像這個高度就比較高 像剛剛同學問題應該是 這個假設寬度 這個如果寬度不夠 它會自動折航 有些怎麼沒有折航呢 自動換列 這個一定要 另外的話 對齊方式 你們可能要選一下 比如說你會發現 它水平的話 水平的話是 當然是靠左 至中還是靠右 那垂直的話 它有上中下 所以方向不一樣 那如果說我今天一般是這樣的 一般是希望它能夠靠上 OK 然後呢 水平的話一般是靠左 所以這個可能要加一下 然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這邊如果沒 這邊因為它沒有跟著動嘛 所以我是建議你乾脆 選的話乾脆這三欄全選好了 然後全部一起做 按右鍵就剛剛講的 乾脆這個全部都自動換列算了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就是 全部都靠水平都靠左 因為文字一定是從左邊嘛 然後垂直方向呢 全部都把它怎麼樣 靠上 因為是通常我們習慣 還是從左上開始 延伸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乾脆改一下 把這邊格式 像剛剛同學位置不對的話 那你就乾脆把 A B C全選 然後呢 全選完之後對齊方式 右鍵儲存格式 把它改成什麼 自動換列 然後呢 都全部左上 的位置 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樣的話會比較符合 我們一般的習慣 就放這邊 感覺比較不會怪怪的 你會發現現在如果移動它 它也會自動去 動態去調整 OK 大概是這樣 像這樣 底下 所以剛剛同學這個高 這個地方有問題的話 記得啦 乾脆把A B C全選 按右鍵儲存格式 記得喔 這三個 水平是靠左 垂直靠上 自動換列 三個地方 OK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可以做查詢 因為如果說 假如呢 我們沒有個查詢功能的話 比如說我想要找什麼 有沒有跟蛇神像扭有關的 那一般以前的做法是這樣 如果你不寫程式的話 其實可以從什麼資料裡面的篩選 但優標先放在A1上面 篩選 點這邊一下 你會發現 因為它裡面放的是文字 所以這邊會出現什麼 文字篩選 那跟上個禮拜一樣 就是 我可以下一個條件 叫做包含 那條件的話呢 比如說我要找什麼 找那個 12生肖裡面有關牛的 有沒有牛 牛的話應該多不多 應該不多吧 應該不多吧 牛的 牛幾個 按確定 總共有兩個 九牛一毛 跟什麼呢 對牛彈琴 OK 所以常常 那對牛彈琴 它後面還有什麼 還有歷句 胸無點末 跟他說哲學 真的是對牛彈琴 OK 好啦 反正就是這樣子 所以牛應該還有別的吧 只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 來把它刪選取消的話 然後你 那 有些成語 其實 坦錯向下 我看一下 因為我這邊收入的成語 總共才1185個 所以基本上數量也許不夠多 那你們可以網路上找找看 成語大權 有沒有 可能有上萬個 我是想要找過成語大權 那如果成語大權的話 那更完整 OK 有些成語可能還 它還收入了不只四個字的成語 可能有五個字六個字的成語 其實都有 OK 所以你們也可以網路上Google一下 什麼成語大權吧 類似用同樣的方法 可以把它先建一個類似這樣的資料 好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它改變成一個 可以動態輸入資料 馬上顯示出來 你們可以先做個練習 告訴我 這個12生肖在成語裡面 哪一個生肖出現的次數是最多的 有沒有 從鼠牛虎兔一直到豬 狗豬好了 12生肖 哪一個生肖 在成語裡面出現最多 OK 那你們可以用這個來查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12生肖 拆應該可以拆得出來吧 12生肖哪一個 在成語裡面出現最多 鼠嗎 用拆的嗎 老虎吧 還是龍嗎 那狗的話你就不要用狗 你用拳 因為成語裡面應該沒有 欸有嗎 有有 有有狗 狗跟拳兩個應該都可以 OK 那雞的話 雞好像也有那個什麼 液體式 有沒有 類似像這些 而且你們可以自己去統計一下 真的嗎 對 你怎麼知道 查啊 沒有我是說我們的資料 我們的資料 不是網路上的資料 OK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我們下課 雙聽百貨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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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